那你自己本人会想要亲自来跟他对治吗 我们直接叫律师盗他就好了 政绩献金风暴扩大 柯文哲罕见动怒喊告 民众党从上到下纷纷跳出来怒抢端木正 他跟他的助手是坐在旁边 是坐在旁边势不甘起 势不甘起 这是你捅的娄子 把锅甩在会计师身上 端木正透过事务所发声明 均依法令规定处理狠狠打脸民众党 这个事务所里面 有没有否认柯文哲竞选总部 所指控的一件事 他只有强调自己军医法令规定处理 事发至今端木正身影 双方各说各话 民众党喊话他现身说法 否则将要采取法律行动 不过整体事件还是疑点重重 而且我们是有证据的 他自己说出他擅自调节了这些钱 一般来说都只是负责查核 怎么会连报仗都交给会计师 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要背负的是一些刑事责任 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会计师的生涯 因为我们也不认为说一个合格职业的会计师 竟然会做出这么不专业的事情 谁会拿自己的钱图来开取消 他怎么会想到会需要把这个账 冲给所谓的尼奥跟这个石勒 这两家又正好是跟这个所谓的 柯文哲竞选团队非常密切的厂商 我们当场也问他说 难道财务长有执行你这么做 他说没有 前幕僚跳出来力挺端木正 不过民众党拿不出证据 端木正就是不露面 到底谁是假账的幕后黑手 成了罗神门 环神无论一段全台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